欺人欺语, 日事趣闻 今天讲讲粤剧的传统趣闻 原来以前的戏班啊 叫戏班的, 没叫是剧团的 每个都讲什么戏班呀 什么 峰田玉呀 又什么凤凰戏班 叫做戏班的 戲班又沒有月字 為何後來叫劇團呢? 有個故事 原來戲班是規定的 大班有六十四個演員 演員叫做大班 六十四個演員 還有音樂 還有舞台人員 衣襲襄 幾人一個班 被子很重 規定的八王會館 一定要有六十四個演員 才叫做大班 如果小的叫做中型班 有些叫做小型班 就不夠那麼多演員 好了 到二、三十年代了 薛國仙那時出來做 演員工資就噴噴聲那麼高 被子頂不住 加上百多人一個團 不是每個戲都那麼多人做 有些沒有份 怎麼呢? 喂,不要了 不要那麼多人 薛國仙結果做好一班 連結了 通通才來起人 喂 去到八王會館說不行 五哥 你這樣就只有半班 不能夠稱為大班 八王會館就干預它了 因為八王會館是大家風選出來 是一個行業的頭 你不行 我不行 我才想 我不行 我被人搞不定 那怎麼辦呢? 咦? 他想一條計 借了什麼? 借了 那些做畫劇那些 做歌舞那些 那些叫做劇團 我不叫戲班 我叫做劇團 所以我國仙星劇團 不是國仙星班 國仙星劇團 劇團 與你無關 我多少人都是我 劇團 八王會館一聽 武符 對 他叫劇團 又不是大班 他不是做大班 咦? 他這條計劇一出 每個人都跟著劇團 劇團 那有什麼好處呢? 歷史上 裁減一些勇元 就是很多人沒有事做的 人罷於事的 可以裁了他 那戲班就是精幹 精幹 做事方便 工資又可以提高了 是不是? 所以 粵劇傳統 就是戲語戲人 婆姐講到這裡 下期再做